历代至上 第22章 大卫吩咐人 着急住在以色列地的外族人 又派石匠开凿石头 要建造神的殿 大卫预备了大量的铁 做门扇上的钉子和钩子 又预备了大量的铜 多得无法可称 又预备了无数的香薄木 因为西顿人和推罗人 给大卫运来了很多香薄木 大卫心里说 我的儿子所罗门 年幼事前 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 必须宏伟辉煌 名声荣耀传遍各地 因此 我必须为这殿预备材料 于是大卫在为死以前 预备了很多材料 大卫把他的儿子所罗门召了来 吩咐他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 大卫对所罗门说 我儿啊 我心里原想为耶和华我的神建造殿宇 只是 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说 你流了许多人的血 打了很多大仗 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 因为你在我面前 流了许多人的血在地上 看啊 你必生一个儿子 他是个和平的人 我必使他得享太平 不被四为所有的仇敌骚扰 他的名字要叫所罗门 他在位的日子 我必把太平和安宁赐给以色列人 他要为我的名建造殿宇 他要做我的儿子 我要做他的父亲 我必建立他的国位 永远统治以色列 我儿啊 现在 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使你亨通 照着他应许你 建造耶和华你的神的殿宇 神愿耶和华赐你聪明和智慧 使你治理以色列的时候 谨守耶和华你的神的律法 如果你谨守遵行耶和华 吩咐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的律例和典章 这样 你就必亨通 你要坚强勇敢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看啊 我辛辛苦苦 为耶和华的店 预备了金子三千四百公顿 银子三万四千公顿 铜和铁 多得无法可乘 我又预备了木材和石头 你还可以增添 此外 你也有很多匠人 凿石的人 石匠 木匠 和能做各样工作的 巧手工人 以及金匠 银匠 铜匠 铁匠 多得无法可数 你当起来做工 愿耶和华 与你同在 大卫 又吩咐以色列的众领袖 帮助他的儿子 所罗门 说 耶和华 你们的神 不是与你们同在吗 不是使你们 四尽都安宁吗 因为他已经把这地的居民交在我手中 这地在耶和华和他的子民面前被制服了 现在你们要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 好把耶和华的约会和神的神圣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的名所建造的殿宇中